妇科地方历史台中乌日学田社区六七十年前 因为靠近军营加上水源丰富 许多军人会到民宅借浴室洗澡而发展出了澡堂产业 社区为了保留这一段历史文化 运用马赛克及彩绘创作 在巷弄重现当年的生活记忆 去澡堂要戴的脸盆毛巾画在墙壁上 乌日学田社区靠近成功岭 是早期许多阿兵哥休假消费的生活圈 除了有多家理法厅担住台外 还有约十一间的公共糟堂 军队贵中就带整个团队来我们学田里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里玩得比较多 水浸水浸很丰富 所以就到我们的城堂来学校区 我们里面也很高兴 就等于军民一家庭 就乘小水给他们学校区 原型的马赛克专拼出阿兵哥的样子 推开用衣柜做的木门 里面的3D才会画出澡堂里的热闹 还用当时的烟囱、铁盆装点其中 原来学田社区地处低洼水源丰富 而67年前军中设备不足 军人们洗澡不是在顺沟 就是到民宅借浴室 因此发展出了澡堂产业 为了不让历史从记忆消逝 社区从齐劳、史料中搜集资料 不分昼夜大家齐心努力 最后在巷弄间复刻了当年的风光 里面一起来通发想 然后也去寻根究底 找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把我们当时的这个 在学田这边的这个像 就是洗澡的这个风情 把它做出这个呈现 怀念过去以前 我们学田非常的繁荣 因为陈光宁的阿兵哥 各种消费都到学田来 学田那时候晚上 你看有几千个阿兵哥在学田这里走动 所以这那时候商店很多了 但是到了民国五十几年左右 因为改成大专局训 就是阿兵哥比较少出来 学田就比较没落了 因为对土地的爱 居民们全体出动打造巷弄澡堂 除了创造社区的亮点外 也传承了地方故事